今天是超興奮的開箱 夏天妝容很多時都會比較著重於氣色 很想個人是有活力一點的 看下去是活潑一點、青春一點 所以在胭脂、唇色方面都會下點功夫 今天要和大家開箱就是這裏 一系列MAKE UP FOR EVER 他們全身的胭脂、打亮、修容 以及他們全身的唇釉、有新的顏色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到全部的試色 質地是怎樣、我用的感覺是怎樣 那就不要錯過了 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MAKE UP FOR EVER出了一個好好用的粉餅 到現在外出我補妝都是用它的 然後這次他們主打 叫做磁色溶肌胭脂粉 全系列有23種顏色 包括有14個胭脂、6個打亮、3個修容 很澎湃 讓大家看看不同的色系 蜜桃色、粉紅色、玫瑰色、甚至螢光色 然後HIGHLITER有不同的色調 你是冷色系的白皮膚 健康膚色的、黃皮膚的 都找到適合你的HIGHLITER 然後修容他們也有3個不同的深淺度 讓我逐個逐個試試給大家看 這個系列我覺得他們的顏色還原度很高 看到和畫出來是沒有色差的 而且它顯色得來不會很重手 很Blendable 你看到我畫是完全靜貼皮膚 沒有那種粉感、不會粗糙的 無論是剛才自然柔和的顏色 或者是很鮮艷的顏色 它的邊緣都是blend得很好 它是像皮膚透出來的一個自然氣色 是非常非常容易操控的 新手或是平時化開不同妝容的人 都一定會喜歡的 因為胭脂最怕就是一畫上去 已經太重手救不回 或者是掃來掃去都沒有顏色 所以這個系列我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很容易拿粉 一兩下 然後再等一等 刮上臉已經剛剛好 霧面的顏色 或者有珠光的顏色 都是很漂亮的 另外highlighter 我也是覺得非常有驚喜的 有很出名霧面的H100 然後有香檳色 一些偏光的顏色 它們全部都是做到一個很自然打亮的效果 你看到這個嗎 它是有一點偏光粉紅色 再加上最後這個黃金色 它們都是很漂亮的 而最後收容它們都是很自然 很融入皮膚的 不如用它們化妝吧 今次會示範一個C型提拉上妝法 我選了一個霧面的蜜桃色 它是B300 它是一個很甜美 很顯氣色 然後日常都用到的 然後粉質是超幼細 是推均勻了 完全沒有界線感 我會用這個158號 雙頭收容掃 斜那邊 輕輕的粉就可以了 它的爪分力非常之好 我會由髮線這裡掃下去 剩下的粉呢 就由眼睛這個位置 這個是H110 那我也是用一點點 然後在剛剛的C字位 on top加上去 哇 再加些遮瑕疑 這個是410號色 我也不想那麼大分別 但是呢 非常之簡單 是一個掃 然後胭脂 小小的打亮修容 已經是可以把同一塊臉 變成了一邊向上 一邊向下 是不是很厲害 立刻購買這邊 然後就塗唇膏 我選了這個是242 它呢 是超級持久 不要這樣引 我拿張紙巾 極大力 都不會有唇印的 這個呢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這次Rich Artists 特務辭色唇油 出了三個新的色調 分別是242 糖漬櫻花 446 經典酒紅 和4300 韌宿花紅 就算它這麼鮮色 都是不會掉的 在手那邊印 在紙巾那邊印 完全不會掉的 還有呢 它以一個霧面唇油來說 是不會乾 不會顯純紋的 而原本有的顏色之中 我最喜歡的是 240玫瑰烏魯 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喝水是完全不會印水杯的 是少少都沒有的 它有一個獨家手創的 蒙行赤角刷頭 水的形粒面 拿唇油的份量剛剛好 一畫下去很Smooth 很顯色的 飽和到高 可以遮蓋到本色的唇色 全部顏色我都試了 給大家看看 不同的色調 想要溫柔的 也有 想要鮮色的 也有 然後第二個造型 用到的胭脂 就會是B220 它是一個很有活力的粉紅色 塗出來是明顯 很有少女感的 一個很美 很正統的粉紅色 今次會用完頭的152號素 毛質是非常密 但是不會太紮實 它拿粉是剛剛好的 你看我點幾下 已經拿了粉 然後抖一抖它 這個叫做蝴蝶上妝法 先在蘋果肌打圈 然後再拿粉 在眼後面這裡 打個小圈 然後在眉底 掃向鼻翼 最後在鼻尖來回掃 這邊是比較沒有血色 很蒼白的感覺 然後另一邊 你會看到它的胭脂 不會是一疊的 它是很平均 很統一 有個紅潤感 有個氣色出來的 它不會是說 嘩這邊突然間有個圈的紅色 不是的 它是整個臉 整體把氣色提升了 而且它的顏色 是跟它的胭脂非常吻合 沒有色差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上妝法 就適合如果不夠分 或者你看到自己面毛血色的時候 就用它去打圈這樣上 然後打亮的H140 它看下去白色 但是呢 它是偏光的粉紅色 用這個箱頭的158號掃 然後呢 加上去剛才的胭脂位 然後唇妝這個是446號色 是比較偏走紅色的 看下去很深色 然後怕走紅色是比較成熟 秋冬然後很難carry 不用怕的 它塗出來是非常顯白的 而且呢 它是很容易搭配到不同的妝 加上 又是 完全不會脫色的 最後就噴上這個極持妝油毛噴霧 它的頭是超霧超小的 然後呢 這個是會用M字的噴法 定點噴 就會很平均的噴到整塊面 裡面呢 裡面呢 是有高領土 還有植物碎取物 是可以令到油光消失 然後 然後整天呢 它都是滑身的 是非常清爽的 還有呢 就算乾肌用它是不會乾 不會扯著 慢慢緊的 然後呢 它的持妝度是超好的 我試過是用一些眼影 滑在手上 噴它 乾了之後呢 是完全滑不脫的 就算好像現在這樣 吸收了 你看到 是不會有手指痕的 它做到一個很好的持妝力 我抹這個眼影呢 它都不會脫的 好了 開箱完Make Up For Ever 全國系列的胭脂 唇油 做了試飾 也有妝容示範 希望可以給大家參考價值 所有的產品information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條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